所有军人的军人家属的福利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医疗保险跟牙保险 这方面就是跟军人 现役军人是一模一样 特别是比如说根据跟学校有关的 退役以后是可以利用Post 9-11 GI Bill 这个福利就是可以完全的 包括大学36个月的费用 在校期间这36个月 包括他们的生活费用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在学校里面全职读书 就不用说去再找另外的工作去帮补生活 你只要上学 学费帮你付了 每个月还给你两三千生活费 像我当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有两个福利 一个是Montgomery GI Bill 一个是Army College Fund 就等于说我 因为我去当了兵 所以我去 后来去上大学以后 我上大学基本上没有花多少钱 我的军龄已经超过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就是在我 不打算用这个福利的情况下 而且超过十年的话 我可以就是申请转给我的女儿 去享用这个福利的 读书的福利是非常可观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同学 他去申请了医学院 然后医学院这个学费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 是吧 那如果他拿到这个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以后 他再去申请这个军队的这个奖学金的话 那他的上学的 医学院的学费可以全免 不断医学院的学费全免 他的这个生活费和学杂费 军队也一起帮他付了 但是他唯一作为交换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军队供养了他 上医学院上四年 他当兵就要当四年 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坏处 因为就算他去当兵 他也做的是他的本质工作 他还是医生 他只是说他穿一个军装而已 而且他他去当兵的时候 一去就是很高的军权 而且这个收入也很高 然后他就算去当兵 当了五年军医以后 他出来以后还是继续当他的医生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跟这个找工作有关的 跟这个贷款有关的 比如说贷款 军人在美国 他是这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他都有对这个军人的贷款的优惠 比如说军人贷款的话 他可以没有这个投款的 这个利息方面的话 可能会低一些 然后主要是没有投款 住房补贴是根据军人住均的地方的 房价来做一个调整的 每个月是在不同地方 住房补贴都是不一样的 以我为例的话 我在洛杉基这边工作 然后是根据我的级别 跟洛杉基这边的住房来算的话 我一个月住房补贴是大概三千块钱 你去申请工作 或者是你去申请各种各样的福利 或者什么样子 里面很多时候你都 你如果注意看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 问你有没有当过兵 然后如果当兵了是怎么退伍的 是正常退伍 正规退伍 还是提前退伍 所以就是说 如果正规退伍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比如说 如果你去申请当警察 如果是正规 按照正常程序 服役满了退伍的人 他是可以 考试可以加5分的 比如说另外一个 两个人去考试当警察 一个人考了75 80分 另外一个人也考了80分 但这个当过兵的人 他就自动就加了5分 还有很多这些这个 比如说政府的贷款 SBA贷款 或者是还有很多这种 政府的这个项目 比如说政府要建高速公路啊 政府要建这个 这个办公大楼啊 在他们在就是 选择用哪个民间企业 来为他们 建造这个工程的时候 他们对这种军人的 拥有的企业会有优先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